一集起轻微交通事故 背后却有众多疑点 它的右侧是完全是有距离的 最少有80公关以上的情况 查看监控录像 一个细节引起警方注意 我们在监控当中 看不到它有避上的行为 一百多起交通事故 具有众多相似点 究竟是巧合 还是设计好的阴谋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2016年6月的一天早晨 伴随着依稀的小雨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高先生 驾车上班 当行驶到新装广场的时候 高先生正准备向右侧并线 并驶出广场 突然与右后侧的一辆轿车 发生了碰撞 高先生立即下车查看情况 两车的损坏程度都不严重 但高先生觉得 这起事故发生的有些蹊跷 按照高先生的描述 后车所行驶车道的 内侧右半部分 上有接近一米的间隙 也就是说 后车完全有能力回避碰撞 所以我当时的思路是想 会不会是路途阵的人 觉得我在他前后 别的谈一下 可能不高兴的心想 反正你压线了 如果发生事故 是我的权责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并线车辆 必须让执行的车辆先行 并线过程中 如果并线车辆 与执行车辆发生碰撞 并线车辆要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在这起事故中 并线车辆车主高先生 承担全部责任 执行车辆车主张先生 不承担责任 最后 高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 赔偿了这起事故中 双方车辆的全部维修费用 共计两千余元 随着我国机动车数量的 不断增加 大城市里上下班高峰时段 两车发生轻微寡蹭 或碰撞的事情屡有发生 虽然有所怀疑 但高先生肯定不会想到 这样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 其背后竟然隐藏着策划良久的阴谋 2016年10月中旬 一个偶然的契机 民警翻阅了6月份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在翻阅的过程中 一位车主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民警的面前 在成千上万份事故认定书中 多次看到一个名字 这样的几率微乎其微 民警立刻警觉了起来 这位引起民警警觉的车主 名叫张文斌 而他就是高先生事故中的吴泽芳 张文斌 男 1968年出生 江苏省南京市人 名下拥有一辆苏微牌照的白色轿车 民警在对张文斌的事故记录进行调查后发现 与他有关的交通事故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大概有100多期交通事故 发生交通事故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个人发生100多期交通事故 那就是不正常的了 民警随即开始对涉及到张文斌的交通事故展开重点关注 经过近两个月的观察 民警发现 与他有关的交通事故 存在两个明显特征 每次发生交通事故 都是趁对方便道 然后他执行在道内 两车发生碰撞 但是呢 都不承担事故责任 与张文斌有关的交通事故 都是并现事故 而且在事故中都不承担责任 民警的心中不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在张文斌的身上 很少发生其他类型的交通事故 又是为什么张文斌总是作为五则方 遭遇并现事故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民警发现 从2016年9月开始 发生在张文斌身上的事故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十分具有规律性 隔一天发生一次交通事故 节假日也一样 从来不间断 2016年12月 民警调取了9月至11月间 与张文斌有关的交通事故监控录像 试图从中找到 导致张文斌频繁遭遇并现事故的原因 在对近50段监控录像反复观看后 其中一段监控录像的细节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从这段监控录像中我们能够看到 2016年11月4日 一辆银色轿车在左侧车道行驶 张文斌驾驶白侧车车 在他右侧车道行驶 当银色轿车开始并现时 两车发生碰撞 但是仔细查看监控录像 我们能够看到 两车即将发生碰撞前 银色轿车为了回避碰撞 试图驶回自己的车道 但是还是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我们在监控当中 看不到他有避让的行为 他不仅不避让 他还向左边贴着这个当事人 往当事人编造的方向靠 我们怀疑 他可能是故意造成这种交通事故 如果真如民警推断的那样 张文斌是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那么他制造一百多起交通事故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频频制造交通事故 对当事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骗取保险公司的女配方 涉嫌这个保险杂骗 侦查方向明朗 取证却成为难题 类似手法屡屡得手 嫌疑人究竟利用了什么漏洞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 2016年12月 就在案件还在侦破阶段的时候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找到了民警 并向民警提供了一份理赔记录 记录中记载着 2016年5月至12月间 有中国人保进行赔付的 73起并现事故的发生时间 赔款数额 定损车号及事发地点 当民警看到记录中的定损车号后 不禁睁大了眼睛 因为这73起事故中 有48起事故的定损车号 是张文斌名下轿车的车牌号 另外25起事故车牌号的所有者 叫左丹阳 频频遭遇并现事故的车主 居然有两名 而且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民警 这两个车主还有一处相似点 通装部位在我们仔细看了以后 都是左前方为主 然后撞了以后 基本上很少有正经修复的痕迹 频频遭遇并现事故 事故发生后 不对车辆进行专业维修 这样做究竟对张文斌和左丹阳 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为了节省当事车主 在理赔环节耗费的时间 对理赔金额少于5000元的轻微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会依据定损结果 在车辆进行维修之前 就对当事车主进行赔付 并且当事车主不必向保险公司 提供车辆维修罚票 这也就意味着 车主可以自己决定 在拿到理赔款后 对车辆进行什么程度的维修 甚至是否对车辆进行维修 张文斌和左丹阳二人 很有可能就是利用理赔制度上的漏洞 来赚取维修费用的差价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2017年1月中旬 民警来到了张文斌经常修车的修理厂 修理厂老板告诉民警 确实有一位车主 经常来修理自己的白色小轿车 绝大多数情况 都是来处理车辆左前侧的凹陷 而且只要求做简单修复 每次的修理费用不超过300元钱 后期民警经过证实 这个奇怪的车主就是张文斌 每次只需要1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而保险公司赔给他 可能都1000多块钱 通过赚取这种差价 就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款 涉嫌保险杂骗 那么左丹阳的情况 是否和张文斌一样呢 在对左丹阳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民警发现 左丹阳和张文斌 在人际关系上存在关联 两个人同是南京市 某出租公司的驾驶员 而且分别在2016年5月和2016年4月辞职 两人的同事身份及相近的辞职时间 是警方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团伙作案 于是并案调查 然而现在却有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摆在警方面前 光从这种交通事故碰插的 这个一瞬间的这个碰插的视频 可能对这个故意造势的这种主观意念 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定心 因为嫌疑人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 说我当时看到他编道 我心慌了 我操作失误 原来现有的监控录像 只有寥寥几个清楚地记录下了 嫌疑人的加速及贴靠行为 远不足以证明 张文斌和左南洋 在事故中存在主观故意 我们后来通过通案研究 觉得可能采取最好的办法 也是最笨的办法 就是用来跟踪 如果要采用跟踪取证的方法 首先得确认 从哪里开始跟踪 2017年1月下旬 经过近半个月的视频追踪 民警发现 张文斌每次发生事故的当天 都会在上午8点至9点之间 从七夏区城市绿洲花园小区驾车驶出 为了确定这个小区能够作为跟踪的起点 夜间民警来到了小区里进行侦查 一连三天 民警都发现张文斌的车辆停在小区内 可见张文斌的家就在这里 于是民警将城市绿洲花园小区作为跟踪的起点 2017年2月6日 早晨7点左右 民警来到了小区出口等待 上午9点左右 张文斌驾驶那辆白色脚车车出现了 民警随即跟了上去 那么跟踪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吗 嫌疑人终于现身 跟踪工作却困难重处 张某驾车速度非常快 我们第一次跟踪是以失败告终的 证据确凿 嫌疑人落网 审讯工作却又遭遇难题 面对类似事故 车主如何防范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 2017年2月6日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 张文斌终于驾驶自己的白色小轿车出现了 跟踪工作也由此开始 但不料 跟踪的第一天 民警就遇到了困难 张某驾车速度非常快 他这个红绿灯过去之后 我们要等一个红绿灯的话 再下一个路口 就发现不到他的踪迹了 我们第一次跟踪是以失败告终的 我们第二次的跟踪是在2月8号 因为按照张某的作息时间 他做完一次案 他要休息一天 2月8号我们还是7点到位 果不其然 2月8日8点30分左右 张文斌的白色轿车出现了 民警再度跟了上去 9点05分左右 张文斌驾车驶入了新庄广场 广场内部是由三个车道组成的圆形环路 要想驶出广场 车主就必须向右侧并线 如果想故意制造并线事故 那么这里将是极佳的地点 进入新庄广场后 张文斌的行为十分怪异 他在广场内连续绕行了四圈 却不见又驶出广场的迹象 我们自己分析 他应该是在找作案目标 他所有的活动轨迹 都是围绕着新庄广场在运动 事故很可能就在一瞬间发生 民警绷紧了神经 9点19分 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 亮起了右转向灯 这表明 黑色轿车即将开始向右侧面线 而张文斌刚好行驶在 他的右后侧房 从嫌疑车辆频繁闪烁的刹车灯 我们能够推断 张文斌正在降低他的车速 似乎要给黑色轿车 留出并线的空间 就在黑色轿车开始并线时 张文斌突然加速 贴上了黑色轿车 一脚油门向左边贴上你 贴上你之后两个车快撞了 他在缓缓地踩刹车 向右边避让 看到前车亮起右转向灯之后 先减速再加速 碰撞之后再减速避让 如此大胆而又隐蔽的作案手法 即便交警在事后赶到现场 也很难认定后车有故意行为 对张文斌和左丹阳的跟踪取证 进行了两个躲约 两个人的碰撞手法一模一样 到2017年4月 警方拍摄到的视频中 很多都清楚地记录下了 张文斌 左丹阳 二人的加速和贴靠行为 后续的调查取证工作 又陆续持续了三个多月 从2016年5月 至2017年7月5日 两人被捕 与张文斌有关的事故记录 数量达到了159条 与左丹阳有关的事故记录 数量达到了117条 在掌握了所有的证据后 警方决定对张文斌和左丹阳 实施抓捕 2017年7月5日 张文斌和左丹阳 在理赔中心处理事故的过程中 被警方控制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起码 只要是发生事故的 那我也没办法 如果没有人都能起码 那就不会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 张某不停地跟我强调 就是说他的交通事故 都是符合交通法规的 他没有违法 我被人家撞 说明自己运气比较倒霉 虽然张文斌一直狡辩 但是左丹阳却早已将一切 和盘托出 当时这个是怎么教你的 然后你是怎么做的呢 他就有正常形势 人家逼落的时候 违规的时候 然后就是说爹地有门 然后碰难 左丹阳交代 这种作案手法 是张文斌教会自己的 而且两人会结伴作案 但是不共享非法所得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困难 张文斌也会尽其所能地 帮助自己 作案时 他会选择在早晨出行的 高峰期出门 因为这时路上车多 作案目标多 成功制造交通事故后 受害车主都会积极赔偿 因为对方无法拿出证据 证明左丹阳 存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行为 左丹阳和张文斌 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案件已经移交检查机关 等待进一步处理 面对类似案件 平安365提出三点建议 帮助机动车驾驶员 在面对类似案件时 避免受骗 一 机动车驾驶员 在并件过程中 要遵守交通法规 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 二 遭遇类似事故后 应急事报警 等待警察到场处理 不应私下解决 三 建议车主 在车辆前后 都安装行车记录仪 以确保证据 能够得以留存 眼前这一幕发生在 湖南省长沙市 旺城区的一座商场内 2018年12月1日中午 一名男孩在乘坐电梯时 右脚被卡在了滚梯之间 此时孩子因为疼痛哭叫不止 一旁的父母 更是焦急地不知所措 而旺城消防中队的救援人员 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展开了营救 消防员利用螺丝刀 撬棍等工具 将电梯慢慢打开缝隙 再用扩张器插入缝隙内 扩大孩子脚步被卡的位置 很快 小朋友的脚被成功救出 平安365提醒各位家长 带小孩到商场 等公共场所活动的时候 不可在自动扶梯等危险的地方 放任小孩自由行动 时刻将安全放在守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